梁文杰台北市议员落选后被掩览当陆委会副主委 风传媒特别强调其大臣一包后代资历 对照年前梁文杰怒枪年轻人在爸妈帮忙买到房或有房 继承比他这年代多很多 梁讲赏高级外省人梁文杰家族两栋房不提一下吗 你们高级外省人大臣一包住在新北还可以都更 梁文杰到底在酸什么 首先风传媒介绍他时特别强调大臣一包梁文杰 任陆委会副主委 我在2010年2月19日曾因为梁文杰写过大臣一包村的法律定位出探 因为梁文杰此人喜欢把自己说成很可怜 但他们家族的待遇已经是高级外省人 被蒋介石独裁政权大大后代了 我们先根据梁文杰自己的说法 2010年2月18日9点28分 梁文杰提到其爷爷在永和分配到一间房 外公在高雄陵园也分配一间房 甚至后来还可以进调查局工作 WC Winchell于2010年2月18日9点28分 大臣人来台的分配住所 似乎是按原来在岛上的职业来划分的 我爷爷在岛上是做小生意的 就分配到永和 我外公是渔民 就分配到高雄陵园打渔去 也是石平屋 后来是身体实在不好 才想办法北上到永和大臣村租屋谋生 先是学做大臣年高的手艺 后来才有机会到调查局当个工友 下略 后来梁文杰因为想跟蒋万安竞选 竟然说自己是最低级外省人 多少外省人不像梁文杰家族一样 可以自由结婚 还分配房子分配工作 到调查局工作 梁文杰竟然还觉得自己最低级外省人 可见已经把那些外省人去人化 非常恐怖 我2015年去参观大臣牵台 60周年纪念活动大会 现场看到主办单位替高级外省人梁文杰安排座位 我没看到普通外省人有座位 梁文杰的高级协统 被主办单位认证 而且 我还看到展览照片有 说明大臣一包货赠渔船 梁文杰说其外公分配到 高雄陵园打渔去 由于大臣一包是被金刚计划 用军舰带来台湾的 所以其渔船当然也不可能带来台湾 其打渔生财工具当然来自国民党 换句话说 从梁文杰的家庭轨迹来看 蒋介石独裁者对其大臣一包家族的照顾 梁文杰若说自己最低级 多少台湾人就被去人化了 甚至 我也不断质疑 无论是朱立伦或侯友宜 竟然把大臣一包村不断都更 梁文杰的大臣一包族群们 真不是普通的爽 而风传媒记者以为梁文杰 因为有著大臣一包的历史背景 就可以比较了解大陆事务 或出身大臣一包的梁文杰 除了自身的外省背景 云云有优势 那我必须要说 如果中国共产党对这类高级 高级外省人特别亲切 就证明共产党被判凭下中农 喜欢与蒋介石热爱的 高级外省人族群交流 更扯的是 早已脱贫上过酒店 不晓得多少次 还跟郑文杰去澳门 被法院认证的梁文杰 竟然痛斥年轻人 所谓年轻人 买不起房子 这话未必 现在年轻人在爸妈帮忙下 买到房子或有房子可继承的 应该比我这1970年代的多很多 废话 你们大臣一包梁文杰爷爷外公 都有分房子 梁文杰家族有蒋介石厚爱 现在年轻人被自己父母爱 该死了吗 我实在觉得梁文杰你应该要好好反省 根据郑文杰与梁文杰败诉的101年度上 自第1010号台湾高等法院民事判决 在两造不争执之事时指出上诉人 于100年5月22日至澳门 同年5月24日回台 而且梁文杰于100年5月 6月前往澳门期间 为台北市议会会期 甚至梁文杰去占酒店期间 根本也在市议员日内 这种生活是最低级外省人吗 我在梁文杰能从低级外省人 变成辣妹酒店消费常客 要谢谢蔡英文与民进党让他脱贫指出 梁文杰被踢爆出入高级酒店 还以四代出厂 更完至半夜未归 报道说他两周内酒店消费六次 梁文杰最常光顾龙亨酒店 消费一碗动辄五万 十万 且梁每次都是一个人 偷偷摸摸进去 钱哪来 之前梁文杰自称低级外省人 现在占酒店花很大 莫非是重彩券投奖 一周刊说已婚台北市议员梁文杰 被本刊直击两周内六次出入台北市 知名的龙亨修修脸饭谷 Eldor立元等高档酒店 甚至已有一碗光顾两间的记录 且与辣妹互动亲密 其中梁文杰与辣妹同行离开的修修脸酒店 记者以消费酒客身份前往调查 两个小时光基本消费 就要价将近两万元 梁文杰对此表示 赴约不得已去做作 原来从政还有这种不得已 民进党有这种不得已 如果陈维婷早点加入民进党 就不会有无辜受害者 被摸乃性骚扰了 根据101年度上自第1010号台湾高等法院 民事判决判决书 连法官都认为 关于林锐图所言被上诉人陈述之重点 乃上诉人梁文杰为大臣一包 受政府特殊照顾 因爱护台湾这块土地 可见大臣一包受政府特殊照顾 也被法官们当成一种社会常事 为何梁文杰会自认最低级外省人 现在梁文杰是议员落选 却进入委会当超级大官 之前却又装可怜说他 这一辈没父母帮忙出钱买房子 真是笑死人 你梁文杰已经可以去站酒店 去澳门爽孩说嘴个屁 多少年轻人有谁有办法 站酒店又去澳门的 梁文杰说自己的条件 比现在年轻人差 这是侮辱台湾人智商吗 Blackjack2022年1月29日 梁文杰熟悉两岸政策善论术货 栽培入政务系统历练 2023年1月29日22点15分中央设